看电影晚进场不小心碰到隔壁的人竟然被打头 事发在台北市信义区 25号下午这名成心女子来看基玛影展 他晚进场了又不小心碰到隔壁的男子 引发男子的不满 不但拿手机的手电筒照射他的眼睛 还动手打他的头 导致这名成心女子指控 他说自己头部错伤还有轻微脑震荡 台湾新闻也独家访问到这名被害女子 他心有余悸 也不满当时警察有到现场 竟然还让动手的男子给离开了 让他相当傻眼 影厅万一名女子不断用卫生纸擦拭眼泪 看起来饱受惊吓 女子只是比较晚进影厅 找位子过程中不小心碰触到坐隔壁的男子 结果双方从口角演变肢体冲突 被害人晒出验伤单 当天他被对方攻击头部造成头部顿伤 还有轻微脑震荡 事发在这个月25号下午三点半左右 成心女子来新一区的影城要来看金马影展 只是他比较晚进场入座 不小心碰触到隔壁座的男子就惹得对方不满 不仅对他呛吓还拿出手机开启手电筒 猛罩他的眼睛 头部也疑似遭到殴打 让他吓到逃出影厅寻求协助 当时警方到场 动手的男子坚持要看完电影 才要配合调查 警方还真的乖乖等电影播完 结果要找人时人已经溜了 过了三天警方找到动手的男子 将他带回警局调查 但他表示是因为被他踩到脚 才与对方发生口罩 拾口否认有动手 现在双方各说各话真相到底如何 警方还要在调查理清 这判为玉玛事件 杨文豪卫伦台北报道